人生有长有短 但是如果你有它呢 就活到永远 人生万变 但是耶稣的爱是永远不变 人生万变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一起来欢迎 蔡琪 我仍然对生命充满了好奇 很怕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 想自己能够用自己的力量 还有什么别的方式 只要不是上帝出现 不要动用到他 其他的方式我都愿意学 什么紫围斗树啊八字啊 我现在是基督徒 我就再也不信这一套了 我跟你讲 这些东西都还有它的一点点功能 但它只是功能 那是当你 但是当我不信的时候 它没有用了 它不再有用了 OK 我现在喜欢用生命换生命 我碰到的困难 我就祷告 求主给我智慧 因为他一定要我解决 something 我不会的 他才会给我遇见这个环境 我是这么看待 所以我再也不要去省掉这些麻烦 相反我要用生命来换生命 我这一题不会写 我就去做功课 我不再这一天投翻答案 没有意思 因为你还是不会这一题 这一题还是会来找你 我记得是2001年的时候 我去做健康检查 结果没有想到 在检查这个乳房的时候 我这个检查的健检的这个医生 他就说明天 你可不可以到更大的医院来 我跟我的partner 我们一起再帮你做一次检查 我那时候就已经觉得说 到底是什么啊 怎么这么严重啊 所以第二天呢 哇 怎么就看到他们这一对年轻 然后一看就知道是好搭档的医生 在大医院的门口等我 而医生说 那今天晚上切片好不好 我就说好啊 然后我又一个人在家里 就一直哭啊 一直哭的感觉是觉得说 如果是癌症 不晓得它是第几期 schedule啊 还有计划不完的演出 其实都是要停的 后来它是四天又给我答案 但是对我来说 这四天是我等待最长的四天 第三天我的电话录音里面 有一通最特别的留言 是一个基督徒的朋友 他打电话来跟我讲说 蔡芹你不会是癌症 因为我帮你祷告过 哪个人敢这么有把握 明天四天到了一番两瞪眼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因为你祷告过 我觉得你太好笑了 所以很感人啊 很关心我 而且对上帝很相信 但是是什么东西 让他这么有把握 所以我后来有打电话给他 等到第二天 医生打人说 蔡小姐恭喜你 不是癌症 你事实是良性的 那我就马上想到这个 最有把握的这个人 因为其他人都只是 只能天天有命 你来顺受 只有这位是超有信心的 而且我一问他 我说你是基督徒吗 他说 他说如果你不是癌症 我就基督徒 那我说那你还不是基督徒 你为什么这么有把握 他说因为我以前没有 好好的祷告过 但是我很关心你这个事 我跟神祷告说 主啊你让他不是癌症 我就信你 然后他就全身发麻 他就一直哭一直哭 他觉得上帝答应他了 算是第一次真的觉得 那是耶稣救我的吗 总不会是这个人嘛 他信的那一位救了我 可是你知道尽管如此 我还是没有想过我要灵犀 但是我在倒是 我心里晓得 我们家有一本圣经 是以前我的 不知道哪个同学 还有朋友送我的 放在那好几年了 我连翻都没翻过 但是这件事 2001年 我一直到2002年 才开始去打开那个圣经 开始看 我是2003领袭的 那领袭之前跟之后有什么差别呢 没有差别 为什么 因为我荒废了五年的时间 那是因为呢 我们的教会呢 太大了 然后牧者都很棒 讲得很好 但是呢 没有人来邀请我去小组 所以那我们这些外行人根本不知道 姓主以后 还有小组 我们不知道教堂里面有这个 教会里面有这个 肢体的生活 那时候我也不懂 这叫肢体生活 反正就是没有小组 所以呢 你知道吗 你只有礼拜天去教会 然后呢 你有听到很感动 或者是很有问号 想要请问专家的时候 哇 对不起 一哄而散 不知道找谁这样 没有人找你 你也不知道 你找人家也走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很容易就失去了兴趣 所以呢 到后来 我连教会都没去了 总之我就是觉得 好空洞哦 还不如去看电影比较好玩 所以这五年的 蔡芹 虽然领了喜 但信仰并没有 在我的生活里面 活泼起来 所以一直到 08年 上帝也知道 我是慢慢慢慢 礼拜天变成 去不去都没关系 因为我觉得 没有什么差别嘛 所以呢 08年时候 发生一件大事 很多经文对我来说 都很深刻 但是每次 读到这个约翰福音 第十四章 第十九节 这两句 我就很感动 耶稣说 因为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认识主之前 我们就一直看我们的困难 我们的困难 信主以后 这是耶稣要为我们 上十字架 很多人都以为 上十字架最了不起 最痛苦是死 但是对 真正对耶稣来讲 最痛苦的 是他断气之前 他担了全 全世界人的罪 就担他一个人身上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神是圣洁的 人要得到神的赦免 一定要把这个罪去掉 就一定要流血 所以耶稣 担了全人类的罪 在身上的那一刻 连天父 都是讨厌他的 要把他抛弃掉 那一刻有一段时间 耶稣是听不到上帝的话 那是他最痛苦的时候 耶稣说他要走 以后会 他走了以后 他不会撇下我们当孤儿 他会赏下圣灵 在我们这些 在我顺境逆境 我都读这两句话 都会哭 这是我印象 最感动的今晚 《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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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了08年 发生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我个人完全不能处理 就是那时候我因为汶川大地震 那么我除了捐钱之外呢 我非常的热心于这个艺演 后来呢 香港的演艺界 真是让我这个印象深刻 他们比我们团结很多 就成龙大哥一个人出来 就是今天讲 今天白天说 明天我们要做一个最大的募款 这个艺演很盛大 很成功 又募了很多的钱 然后呢 他们更有秩序的是 他在这里演出完以后 每个艺人离开这个会场 到旁边他会拿一个帐篷 所有的媒体都在那 就是说 问我们这些艺人 参加这样的一个演唱会 有什么感想 我只说了一句话 香港的演艺界好团结 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我就讲了这句话 但这句话可能太工整了 所以第二天也没有人播出 没有人播出怎么会有问题呢 是过了差不多快一个月 已经是一个月以前的新闻 而且是这种这种话 被记者 台湾的记者 硬把它拿出来说 蔡琴说台湾的演艺界不团结 一直造成很大的风波 然后其他台湾的演艺界的朋友呢 他们很关心这个事情 就变成说还没有把钱捐出来 还在这边异唱 结果就听到这个消息 就马上就信以为真 立刻有意无意的都有 无意的就是不小心被 那个有意的人绞进来 那有意的就是趁这机会把它干掉 我觉得那一次如果这个危机 我没有度过 我就没有了 因为没有一个人说 不会吧 要不要查清楚 反正没有 记者就怎么难听怎么灯啊 怎么写啊 那我觉得好惨哦 我记得我要去去北京 北京找我去一眼 我发现我的心里面 随身的心里面有一本圣经 我一打开圣经 我就立刻把它关起来 为什么 我看到这句 我觉得简直开我玩笑 深渊在我 还有一个更荒谬的 当时觉得很荒谬 勿真敬 不要真敬 敬真两个字倒了 不要跟人家争吵 敬赛 我觉得这是什么宗教啊 这是什么圣经啊 所以我一共就看到这个 深渊在他 不要真敬 不要深渊 我就把圣经关起来 我觉得好了 这一题也不要用 到了北京呢 北京要干嘛呢 他们的中央电视台 特别做一个感谢我们的节目 又是要选代表了 我又被选成台湾代表 另外一个代表是周杰伦 北京的这个电视台的 也就是接待我的这个人 到我的客厅说 姐 我们明天因为实在是 这个事情太受关注了 我们自己央台就不要讲了 你们台湾所有的记者都来了 我们要听说 声渊在主 他居然帮我准备一个更大的 记者招待会在北京 然后第二天 我们去真的开始这个记者招待会 果然如我所料 他们我们颁奖 行礼如遗 然后他们长官演讲 然后那个台湾的媒体等等 就等整個結束以後 啪 就擠起來 蔡姐你知不知道你這個前幾天 然後現在那個台灣的藝人都在罵你 你覺得怎麼樣 我當然照著不增進不深淵 因為我已經完全知道深淵在主了 我怎麼弄得到這個記者招待會 這不是主在深淵嗎 所以我就是一樣的 一樣的話說 我講的話是 香港的藝人太棒了 很值得我們學習 那麼前輩們對我有誤會 我無所謂 我以後會更加小心我的說話 謝謝你們 而且我相信台灣的藝人很團結 我們要加油 當天晚上全台灣在播這個新聞 然後很多網上的反應 中國大陸在網上看到台灣新聞 網上也有新聞 大家就說 那那個誰怎麼可以這樣講 你看他以前是什麼 就變成一個自己洗清楚的一個機制了 YES 以前他可能就是靠他的聰明智慧能力啊 經驗的判斷 可是他現在就是邀請主進來的時候 他確實會因為透過禱告 他在宣言特別恩待他 也會對他講話 只要姐姐求告神的時候 神好像就會透過一些感動 透過他聽到的一些信息 告訴他一個神喜悅他做的方式 所以姐姐就是很順服 他會馬上就這樣子去做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不一樣 信主之前姐姐靠他自己 信主之後他邀請主進來他的生命 讓他學習交托仰望 耶穌愛你 耶穌愛你 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 耶穌永遠愛你 福音見證巡迴演唱會 我一共做了三年 是從2015開始 就做了在我的正式的售票演唱會之前 我卻先做了20場 我自己完全不拿錢的 我的自己的這個新生命小組教會呢 我們的牧師對這個叫做 越界跨界傳福音是非常有概念 他覺得有的時候牧師講一千句 都不如你踩行上去講一句 因為你已經有給大家印象是比較輕鬆的 當然你得是一個真的有信心的一個藝人 三年前我跟顧牧師說 牧師我準備好了 我想做福音見證 那你曉得藝人都很忙的 像他是國際天后級的藝人 你要跟他喬時間是很難的 但是心裡面就有感動 那麼就為他禱告 說有沒有可能求主興起藝人 特別是蔡琴 能夠做一個比較特別的福音步道的聚會 那麼第二方面呢 是蔡琴本身他就有感動 他有一天跟我談 他說牧師 我的感動是想做步道會 想做福音步道會 而且我的感動是不只要來聽歌 而且教會要真正的邀請 認領的牧道的朋友 而且我在乎的是他們有沒有覺知 所以他有這樣的感動跟想法 我也有這樣的感動跟想法 所以在很偶然的機會裡面 我們一談 哇原來這個上帝在我們之間 就成就了這樣的事 那現在他真明白說 他這一切的Gift 都是從神而來的時候 我覺得他就看到他很願意 也很想要將這個Gift 好像回報給天父 所以他利用他的這樣子的一個 歌唱的一個能力 然後透過一些演唱會 以前可能是商演 現在就覺得說 除了商演以外 應該也要為主唱歌 所以透過這樣子一個 福音演唱會的時候 他可以把他自己的生命見證 他的故事分享給更多的人 Hallelujah Hallelujah 哈利路呀 哈利路 你经过的所有事 我也曾经一样走过 但那不只能像是宿舍是否 灵魂伸出微笑着 有回答更有呼唤 你活着的每一口呼吸 哈利路呀 大家喜欢你 认识你 是什么呢 蔡琴嘛 但是唱歌啊 所以 那么我不是 我还要有些歌还真的有见证 就有些歌本来对我来说 对你来说都只是蔡琴 招牌的流行歌曲 但是当我的生活里面有神了以后 你知道吗 她把这些歌都变成福音歌曲 所以我要把这个是怎么变成福音歌曲 被遗忘的时光是谁 为什么会变成神在说话 而且告诉我 她想念我 为什么 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 有情天地 我满心欢喜 这几句歌词 怎么会从流行歌曲 变成神告诉我 别担心 流行歌曲一样可以献祭 从我有肢体生活08年开始 09年开始我也改变了 就是演出的时候 我再也不要一个人祷告 一个人读经 我就想说 我来问问我的团队有没有基督徒 后来我一共连我自己 成立了一个杂牌军的祷告团 一共八个人 另外七个人是什么状况 为什么叫杂牌军呢 你问他说 我们团队老师 我想问一下 你们是不是基督徒 他就说 蔡姐 我不知道我算不算是基督徒 通常这样讲的就是基督徒 他觉得他不及格 那一问之下 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 都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什么呢 我又领洗了 我说然后你只有去过一次教会 就是领洗那天对不对 对 我说来 请参加入 这个赶快纳入啊 你这太严格就没有了你知道吗 还有那种没有灵洗的 也变成我们祷告团 你知不知道 例如我的发型师 我在那边看圣经 然后看着 休息下去喝水 回来一看 帅男人在偷翻我的圣经 你给我参加祷告团 我觉得成立的这个祷告团以后呢 真的就是肢体生活 尤其在演出的时候 我觉得最需要神的场地 就是演出的场地 我自己是每天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都需要神 但是那些没有信主的 跟了我十几年的 那么优秀的这些人 谁为他们祷告 如果演出的时候 这个团队里面 就有一个祷告团 我们至少让他们都 搭了神的便车 我希望弟兄姐妹们 为蔡琴祷告一件事 就是要让我 每一次在台上演出玩 要忘记掌声 我每次要上台之前 我都记得 我都祷告 今天的成功的话 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 但是每次唱完了 那都是当一个歌手 就是很尽力 此处浑身解数 终于唱得也很棒 观众很高兴 那一刹那的掌声的时候 就比较会忘记赞美神 我觉得 我不是不喜欢你们的掌声哦 你们的掌声 代表你们享受到了 我的服饰 或者今天的祝福 但是我希望 你们在给我掌声的时候 不要把这掌声归给神 要不是拿到我自己身上 觉得我好棒 这一点 我现在还没有做得很好 希望你们能够帮我带档 祝你脱离 脱离罪恶全世 带你进入光明国度 祝你脱离罪恶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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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时候我也曾经一样走过 但那不只能算是宿舍是否 收看真人真事 生命见证 更好时段 更多选择 恩语之声 每逢星期天 新增两个全新电视广播时段 我们也已经登陆TVB Anywhere 无论用电视盒子 或免费下载流动应用程式 Mobile App 都可以随意点播 非常方便 恩语撒遍全世界 恩语祝福加拿大 敬请留意收看 并向亲友推荐